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英国首相梅伊Teresa May与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荣科Jean Claude Juncker 与本月8日签署协议英国同意支付高额的分手费 然今天稍早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David Davis 扬言表示 如英国与欧洲联盟在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不能达成协议 英国将不支付第一阶段谈判中所协议的分手费 综合外电媒体报道,戴维斯昨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讽时则说没达成协议意味我们不会付钱 戴维斯又提到目前双方还有部分项目没有达成共识 且也无法保证下阶段有任何贸易协议 英国财政大臣韩蒙德Philip Hammond则表示 无论英国是否与欧盟达成协议都应支付这笔分手费用 否则未来英国将成为国际之间难以可信的协议伙伴 根据中央社报道,英国与欧盟初步协议 英国将会支付350亿至390亿英镑 约新台币一兆4128亿至一兆5742亿元的分手费 英国将于2019年3月离开欧盟 该协议包括允许居住于英国的欧盟公民 居住于欧盟的英国公民以及家属们 可以获得永久居留身份 且享有工作、读书、医疗照顾、退休金 以及社会安全保障的权利